花林县政府教育处长李育仁 以及花林县体育会理事长汪景德等人 涉及的采购弊案 经过了两个月的检调侦办之后 认定李育仁收费81500元 并且图利厂商30万元 花林地检署特别以涉及刑法泄露国家以外的 秘密罪嫌和违反贪污之罪条例之公务员 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和不正当利益罪嫌 向两人提起了公诉 花林县政府教育处长李育仁 及花林县体育会理事长汪景德等人 涉及采购弊案 以涉犯刑法泄露国家以外秘密罪嫌 与违反贪污之罪条例提起公诉 李育仁立任行政医院体育委员会专员 教育部体育署科长 县府教育处体育保健科科长 县府教育处副处长 代理处长 花林县议会秘书等等 运过107年12月起 代理花林县教育处长 去年8月争处 是花林县政府首位从教育处事务官 把左直升的处长 台湾花林地方警察署主任检察官 兼发言人陈雪花表示 旅人在107年兼10任 花林县政府教育处副处长 向行政院教育部体育署 争取补助经费之后 则是所属花林县里体育场 办理花林县里棒球场设计案 花林旅一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以兴建工程委托设计 以及建造技术服务案采购 旅人明知政府采购法规范 金活同汪景德等人 洩漏花林县里棒球场整建工程 委托设计及建造技术服务需求规范 出电子档以及所有平面设计图 执行步骤 工程数量单价等资料 花林旅一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修正版 电子档有意投标的厂商 并就旅一潭设计案之后 收受厂商所交付的汇款 共计新台币81500元 并且涂离厂商30万元 花林县所因李王两人有穿供之余 6月13号已经获得花林地方法院 获准积押资金 花林第一院刑事厅长黄宏达表示 此案已审之后 何一婷也裁定李王两人继续积押 记得就关于华小伯导